Wire 作者 冯继才 那个暑假 天刚擦黑 晚饭吃了一半 我的心就飞出去了 因为 我又听到Wire那奸细的召唤声 来玩踢罐电报呀 踢罐电报是那时男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 他不单需要快速机敏 还带着挺刺激的冒险滋味 他的玩法又简单易学 谁都可以参加 先是在街中央用白粉粗粗换一个圈 将一个空洋铁罐摆在圈里 然后大家聚拢一起 手心手背分批淘汰 最后剩下一个人做庄 做庄可不易 他必须极快地把伙伴们 踢得远远的罐拾回来 放到远处 再去捉住一个趁机躲藏的孩子 顶替他 才能下庄 可是 就在他四处去捉住那些藏身的孩子时 能不防从什么地方会窜出人 啪的将罐钉里当郎踢得老远 倒霉 又得重新开始 一边要捉人 一边还得防备罐再次被踢跑 这真是个苦差事 然而 最苦的还要算是歪儿 歪儿站在街中央 循着空铁罐左攀右攀 活像一个蒸熟了的小红薯 他细小 软绵绵 歪歪扭扭 眼睛总像睁不开 薄薄的嘴唇有点斜 更奇怪的是他的耳朵 明显的一大一小 像是父子俩 他母亲是苏州人 40岁才生下这个有点畸形的儿子 取名叫歪儿 我们天天都能听到 他用苏州腔呼唤儿子的声音 却把歪儿错听成歪儿 也许这歪儿更像他的模样 由于他身子歪 跑起来就打鞋 玩踢罐电宝便十分吃亏 可是 他太热爱这种游戏了 他宁愿做装 宁愿徒子奔跑 宁愿一直累得跌跌撞撞 大家玩的罐还是他家的呢 只有他家才有这装卤损的长长的铁罐 立在地上很得踢 如果要没有这宝贝罐 说不定大家嫌他累赘 不带他玩了呢 我家刚搬到这条街上来 我就加入了踢罐电报的行列 很快成了嚼嚼纸 这游戏简直就是为我发明的 我的个子比同龄的孩子高一头 腿也几乎长一截 跑起来真像骑摩托送电报的邮差那样 风吃电池 谁也甭想逃脱我的追逐 尤其我踢罐那一脚 啪的一声过后 只能在远处朦胧的木色里 去听他叮里当郎的声音了 要找到他可费点劲呢 这时 最让大家兴奋的是 瞅着歪儿去追罐那样子 他一呼而斜向左 一呼而斜向右 像个拖了鬼而瞎撞的破车 逗得大家捂着肚子笑 当歪儿正要发现一个藏身的孩子时 我又会闪电般冒出来 一脚把罐踢到视线之外 可笑的场面便再次出现 就这样 我成了当然的英雄 得意非凡 歪儿怕我 见到我总是一脸傲嗓 天天黄昏 这条小街上充满着我的迅猛威风和歪儿的疲语奔命 终于有一天 歪儿一屁股坐在白粉圈里 泱泱无奈的痛哭不止 他妈妈跑出来 操着纯粹的苏州枪朝他叫着骂着 扯他胳膊回家 这愤怒的声音里似乎含着对我们的谴责 我们都感觉自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默默站了一会儿才散 歪儿不来玩踢罐电报了 他不来 罐自然也变了 我从家里拿了一种装草莓酱的小铁罐 短粗又轻 不但踢不远 有时还踢不上 游戏的快乐并减色许多 那么 失去快乐的歪儿呢 我望着他家二楼那扇黑黑的玻璃窗 心想 他正在窗后边眼巴巴瞧着我们玩吧 这时 忽见窗子一点点开启 跟着一个东西扔下来 这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那么熟悉 那么悦耳 那么刺激 原来 正是歪儿那长长的罐 我的心头第一次感到被一种内疚深深的刺痛了 我迫不及待的朝他招手 叫他来玩 歪儿回到了我们中间 一切都奇妙又美好的发生了变化 大家并没有商定什么 却不约而同 齐心合力的等待着这位小伙伴了 大家尽力不叫他作庄 有时 他手心手背输了 也很快有人情愿被他捉住 好顶替他 大家相互配合 心领神会 作假成真 一次 我看见歪儿躲在一颗大白兽 后边正要被发现 便飞身上去 一脚把罐踢得好远好远 解救了歪儿 又过去拉着他 急忙藏进一家院内的杂物堆里 我俩蜷缩在一张破桌案下边 紧紧挤在一起 屏住呼吸 却互相能感到对方的胸脯急促起伏 这紧张充满异常的快乐 我忽然见他那双眯缝的小眼睛 竟然睁得很大 目光兴奋 亲热 满足 并像晨星一样光亮 原来 他有这样一双 又没有动人的眼睛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双眼睛 就看我们能不能把它点亮 多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